蔡英文高调过境洛杉矶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4日 德国之声报道 蔡英文拉丁美洲之行的第一站 先过境洛杉矶高调出席公开活动 并形容台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坚实 同场的美国众议员则希望 蔡英文未来能够会晤更高级的美国官员 中国则维持一贯反对立场 这次是台湾履行法通过后蔡英文首次踏足美国 她在当地时间8月12日抵达洛杉矶 参观台湾政府驻当地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与当地台湾侨民会面并出席桥宴 蔡英文致此时表示 中国对台湾的自由民主及生活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台美关系却前所未有的坚实 有信心在里面相同的国家社群中 台湾人民并不孤单 她说台湾在地缘政治的角力中扮演区域稳定力量 这几年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台美关系越来越好 蔡英文也趁机呼吁侨民反台发展 特别是流美台湾人的第二三代 她说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千万不要错过 她指台湾政府过去两年推行新南向政策 拓展东协南亚和澳纽的发展 令台湾没有被单一市场绑住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伊斯等几位众议员也有出席和发言 他们称乐见蔡英文这次过境能公开出席活动 希望日后她能到访华盛顿会晤更高级官员 蔡英文会于当地时间8月13日 与美国政界友人举行早餐会 并到房里跟图书馆发表演说 她傍晚离开洛杉矶前 也将会见一些美国政要 然后飞往巴拉圭 台湾当局这次放宽过境美国期间的采访安排 容许媒体与蔡英文入住同一家酒店 并及时报道蔡英文的行程 有别于以往 蔡英文过境美国时不公开行程或限制发稿时间 她此行明显来的较为高调和开放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8月13日在一个答复中说 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在美国所谓过境问题 中国已多次表明 坚决反对美国或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此类过境 中国敦促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及台海稳定 声明还说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行径 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 此行是蔡英文2016年就任总统以来的第四次出国访问 蔡英文上任以来北京对台湾施压不断加大 两年之间已经有刚比亚、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 以及布基纳法索共四个国家与台湾断交 这次蔡英文到访的巴拉圭和伯利兹是台湾仅存18个邦交国的其中两个 他将会出席巴拉圭总统玛利·奥贝尼特茨的就职仪式 并在典期间与其他盟邦的贵宾举行会谈 蔡英文将于8月16日转往伯利兹 会晤总督库尔维利扬和总理奥利佛巴罗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内外交困 今年北戴河不太平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4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下修是中共领导人闭门 漫谈国事的时机 其神秘的气氛常常引发评论人士的诸多猜测 受到美中贸易战 P2P网贷危机 问题疫苗案等政治事件影响 外界普遍认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人民日报报道 62位来自全国各界的专家院士 于上周结束了为期六天的北戴河休假 虽然官方还未透露中共高层目前的动向 但外界推断党内领导人在北戴河的下修已经结束 会在近期返京 几个月来悬在习近平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似乎摇摇欲坠 以下为听众朋友盘点近期习近平遇到的烦心事 首先他心头最大的烦恼可能就是越陷越深的美中贸易战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不满中国对美长期的不平等贸易政策 自今年年初开始逐步展开了对华的关税制裁 从最初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加收关税开始 美国目前正在商议对价值近1.4万亿人民币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 让贸易战的温度飞速攀升 虽然中国商务部此后宣布拟对价值超过4000亿人民币的美国商品加征不等关税作为反制 但由于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价值远远高于其进口价值 习近平此前提出的以牙还牙显得越发苍白 贸易战笼罩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空的阴霾 导致中国的股市和汇市连连下挫 截至周一收盘时 上证指数指于2786点 三个月来的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了12% 因土耳其货币里拉近日暴跌 在上周稍有抬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次收跌 目前亿美元对6.88人民币的汇率 意味着后者近三个月内的累计跌幅已达8.6% 为了提振国家经济 中国央行今年已经三次降准 仅上个月的新增银行贷款就达到了1.45万亿人民币 较上年同期激增75% 近期中国疲软的国有经济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恐慌 上周北京等地警方出动了大批维稳人员 阻止了数千名P2P网贷平台投资者 计划在银监会举行的上访请愿行动 上个月有超过200家P2P网贷公司的财政运转出现问题 令众多借贷者的资金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据法新社记者目击 上访当天警方集结了120多辆大巴车 停靠在银监会沿线的马路上 用于运离冲破封锁抵达现场的上访者 如果说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是灰犀牛的话 那么近期爆发的问题疫苗事件 让普通民众对政府监管部门的信心达到新低 这当然也让习近平头疼 国家药监局上月通告 长春长生公司近期生产的百白破疫苗不符合标准 狂犬病疫苗的生产过程中也存在造假的问题 卷土重来的公卫事件引发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戒备 习近平亲自作出指示要求彻查此案 目前包括这家公司董事长在内的十余人 已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 目前公司的官网已无法打开 被视为习近平治国成就之一的一带一路项目 近期也放慢了步伐 中国商务部表示 中国今年上半年对该项目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 较去年同期下滑15% 媒体此前报道 中国在重要盟国巴基斯坦投资建设的第一条地铁线 已使该国债台高筑 恐无力按时偿债 纽约时报近期曝光 中国政府和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家族 为了谋取地缘战略优势和私利 不顾当地官员的告诫 建造了第二个大港口 但其后因无力偿还债务 斯里兰卡新政府被迫向中方交出了这个新建港口 和周围数万英亩的土地 租期为99年 中国政府对外如此大洒币 招致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 本月初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对相关话题的电话采访时 被多名国宝从家中带走 直到周一晚上才得以回家 但当美国之音两名记者当晚试图隔着门再次采访他时 却遭到警方阻挠 双双被捕 内有多起敏感公众事件和逐渐显露的反对派声音 外有美中贸易战对国民经济的持续高压 今年习近平的北戴河归途可谓是布满了荆棘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想打造冰上思路 俄罗斯抢先控制北极航道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4日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对北极航道和北极自然资源日益感兴趣之际 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 俄罗斯船只将获得使用北极航道运输能源产品的专权和其他特权优惠 但俄罗斯仍然期望中国能投资建设和改善北极地区 特别是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 由多艘大型战舰和其他附属舰船所组成的一支特混舰队上个星期 从俄罗斯的北摩尔斯克出发驶向北极航道 位于欧洲地区北极圈内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的北摩尔斯克 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 北方舰队新闻处说 这支特混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北极航道的东部地区巡航 同时举行一系列演习 包括演练海上救生搜救等战术科目 俄罗斯海军说 从2012年起 在北极地区类似的海上军事行动已经常态化 这是今年以来在北极航道的第七次巡航活动 来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艘大型训练舰几乎在同时 也从远东主要城市海生威出发 首次从远东前往北极航道从事训练 与此同时 俄罗斯正试图把北极航道完全控制起来 未来只有俄罗斯船只才能拥有在北极航道运输能源商品的特权 主管军备和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最近表示 俄罗斯政府正在制定措施 只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只才能享有专权在北极航道运输石油 天然气和煤等能源商品 鲍里索夫说 俄罗斯政府今年可能还会出台其他一些政策 支持俄罗斯船只在北极航道的货运活动 包括俄罗斯货船能享受其他一些优惠待遇等 俄罗斯在日益加强对北极的控制 俄军几年前成立了北极作战部队和司令部 并已多次在北冰洋的一些岛屿上举行登陆作战演习 北极航道沿线苏联解体后被放弃的一些基地和设施 又被俄军重新恢复使用 俄罗斯还大力开发专攻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特殊军事装备 包括战舰和直升飞机 一艘专攻俄罗斯海军使用的先进破冰船不久前开始服役 在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等地的大型造船厂里 俄罗斯也正在加紧建造一批更先进和威力更大的原子能破冰船 俄罗斯两三年前还在北极圈内的主要城市阿尔汗格尔斯克召开了有关北极事务的峰会 俄罗斯学术界最近不断呼吁普京政府应组建专门的北极事务部 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北极地区 俄罗斯加强控制北极更加有利可图 科诺瓦洛夫说 现在确实需要更加巩固俄罗斯在北极大陆架以及北极航道的地位 俄罗斯认为 往来欧亚之间货物运输的北极航道是一条非常有前景 并能带来巨大利益的货物运输通道 但现在完全使用北极航道仍然面临恶劣气候和许多浮兵的影响 中国目前对北极地区的兴趣越来越大 中国货轮几年前就开始了从大连京北极航道到德国汉堡等欧洲港口的航行 中国媒体甚至把北极航道称为一带一路之后的冰上丝绸之路 不久前访问北京的俄罗斯旅游署署长科诺廖夫说 中国试图扩大前往北极地区旅游的游客数量 他说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着迷 两国在副总理级别的谈判中已经达成一致 将有更多中国游客前往北极观光 中国还积极参与由俄罗斯所主持的一些北极科研考察项目 当俄罗斯举办阿尔汗格尔斯克北极峰会时 中国也曾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 由海军司令沈金龙所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上个月末 在参加完俄罗斯海军节后 也首次访问了北极圈内的北莫尔斯克海军基地 沈金龙一行还参观了停在那里的一艘核潜艇 不久前多艘经过特殊设计拥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经过北极东部航道首次抵达中国 标志着第一批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开始出口中国 中国目前拥有俄罗斯北极亚马尔液化器项目将近三分之一的股权 俄罗斯媒体报道 中国很可能将继续入股投资 临近亚马尔液化器项目的另一个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 北极天然气二期工程 一些俄罗斯北极问题学者说北极航道沿线严重缺乏基础设施 苏联时代新建的一些现有设施严重老化 随着俄罗斯军方在北极活动的加强 特别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 北极基础设施将因此有机会得到完善和改造 俄罗斯特别期望外国投资 特别是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投资在建设北极航道基础设施中能发挥关键作用 俄罗斯一直在游说中国投资改造阿尔汗格尔斯克的深水港口 以及投资建设在苏联时代就已计划的连接北极地区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路项目 但迄今为止 日本和韩国对俄罗斯的呼吁没有反应 中国紧入股亚马尔液化气项目 俄罗斯过去曾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非常警觉 中国几年前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时 俄罗斯当时是最积极反对的北极地区国家 但最近几年 俄罗斯的态度有所转变 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 俄罗斯国内认为中国在北极活动不会危害俄罗斯利益的观点 显然已经占据上风 但中国官方强调北极资源和北极航道不应被某个国家单独霸占 而应由全世界共同拥有 中国的立场显然与俄罗斯今天的举动彼此冲突矛盾 与使用苏伊士运河相比 北极航道能使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缩短 而且没有海盗袭击的威胁 但也有俄罗斯学者认为 北极航道的优势可能被过于夸大 由于一些地段特别是冬季需要破冰 北极航道沿线缺乏救生和其他各种服务设施 这时使用北极航道的成本极其昂贵 甚至一些服务项目根本没有收费标准 北极航道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 还无法挑战苏伊士运河的地位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川普签署国防授权法案 内容涉及美中关系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4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 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 使之成为法律 草案中有多项内容涉及中国和美中关系 包括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关系 密切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为 禁止中国参与环泰军演等 法案中虽然去除了参议院版本 有关恢复制裁中心的内容 但是规定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 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 美国国会7月23日就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达成一致的这个版本 呼吁川普政府制定全面战略 抗衡中国在诸多方面的活动 比如中国的产业政策 政治影响力 区域以及全球军事能力 以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损害 川普星期一下午 在纽约州的德拉姆堡军事基地 签署了这项法案 有关台湾方面 国防授权法最后草案 要求国防部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 并帮助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 法案要求美国加强与台湾的防务与安全合作 并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军力 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强烈支持台湾通过对外军事销售制度 直接的商业销售等获得防御性武器 及时评估和回应台湾的采购需求 改善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 美国国防部长应当推动提升台湾安全的交流政策 包括适当参与台湾军演 比如年度汉光演习 以及让台湾适当参与美国军演等 并根据台湾旅行法 促进美台高层国防官员和一般官员的交流等 美国和台湾应该扩大人道救援及灾难救助活动的合作 以及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医院传访台湾 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就中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强制行动 定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做出报告 并将报告内容告知美国在亚洲的区域盟友和伙伴 同时以合适的方式公诸于众 法案还要求报告应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重大填海行动 任何军事化行动 包括军事部署军事行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在法案中 中国人担心的中兴公司被给予了一线生机 曾提出恢复制裁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说 议员们已放弃这一修正案 换取写入对外国投资监管上更为严厉的文字 卢比奥提到的是监管法案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 该法案也同样被纳入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 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加严格审查 外资收购美国公司 并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 法案主要目的 为保护美国科技研发领域的知识和关键技术 不会被其他国家 即由收购或投资美国公司而轻易获取 而焦点则锁定了中国 在对待中兴的问题上 法案还禁止美国政府 同中兴和华为公司有任何交易 中兴因违反制裁措施 而与伊朗做生意 受到美国政府惩罚 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宣布 中兴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 并因此下令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开展任何业务往来 由于中兴公司依赖美国生产的芯片 因此公司业务顿时陷入瘫痪 8万员工饭碗不保 川普总统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谈后 于今年6月宣布放中兴一条生路 7月份在中兴公司支付了10亿美元罚款 并缴交4亿美元至托管账户后 美国政府取消了不许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零部件的禁令 参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要求恢复对中兴的禁售令 但众议院版本并无此内容 在参众两院磋商期间 在川普行政当局的要求下 这一条款被删除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人民银行称 不会把人民币当作对付贸易争端的工具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4日 美国之音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日益加剧之际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了快速的贬值 引发北京会通过货币贬值来减缓美国加征关税 对中国出口带来冲击的担忧 不过 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示 中国不会把汇率当作应对贸易争端的工具 而是寻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今年第一季度都在升值 但是随着美中两国开始打贸易战 人民币出现大幅度贬值 中国人民银行8月10日在有关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承认 贸易摩擦地缘政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等加大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央行提供的数据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今年第二季度贬值5% 不过由于人民币在今年第一季度升值3.9% 因此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贬值的幅度只有1.2% 在2017年全年人民币升值6.2% 中国央行在有关如何看待近期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专栏中表示 无论是2017年至2018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币升值还是第二季度以来的贬值都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 他说央行已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 这从官方外汇储备和央行外汇占款变化上也能反映出来 央行明确表示中国一向坚持市场化的汇率改革方向 更多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不搞竞争性贬值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央行还表示在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 当局必须坚持底线思维 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反周期措施来稳定人民币 因为从重心理会加剧汇率的动荡 上个星期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滑向突破器的心理关口时 中国央行决定再次对金融机构收取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从零调整为20% 以加大笃定人民币对美元会继续贬值的成本 央行表示 在今后中国将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 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在川普政府从7月6日正式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后 人民币汇率不断下滑 川普总统把人民币的这种贬值形容为像岩石一样跌落 并指责中国在背后操纵汇率 在此之前 川普也指责中国有意让货币贬值 4月18日 川普在推文中说在美国一直提高利率的时候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搞货币贬值的游戏 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另一方面 中国的环球时报8月12日刊文说 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与制裁导致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严重下跌 就像土耳其货币里拉那样 文章说 分析人士认为受影响的国家应当通过货币互换等措施来加持人民币 补充他们正在减少的外汇储备 星期一 土耳其里拉下跌了8% 今年以来 里拉对美元贬值了46%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 土耳其准备寻求与伊朗 中国俄罗斯和一些欧洲国家建立经济同盟 有报道说中国可能对安卡拉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 但不会提供一个庞大的纾困方案 以免惹恼美国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 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额